第六百三十集 射魂术 哦 你不说我还忘记了 我联系不到英总了 你们知道他去哪了吗 高岛好像是刚刚想起这事似的 问道 蒋玉然一愣 说道 哦 他去市委开会了 可能要晚点才能回来 哦 那好吧 我知道他去哪了就行了 那你们聊吧 我去忙了 说完高岛站起身 微微攻腰 离开了茶室 等到他走远了 蒋玉然看向莫小瑜说道 我说你小子色胆包天哪 啊 这是英总的女人 你看看你那个样子 啊 哈拉子都快流出来了吧 莫小瑜也没理会她的讽刺 淡淡地说道 这个女人不简单哪 你知道我刚刚看到了什么吗 我看到她的眼珠是蓝色的 这怎么可能呢 要不是你盖碗的声音 我都快被迷住了 你拉倒吧你 你色就说你色 还找这么多理由 我怎么没看出来 我看她挺正常的 工作也干得挺好 没什么不合适的地方 蒋玉然才不信莫小瑜这套说辞呢 就以为英康宁不在这 莫小瑜看上这个高岛了 哎 信不信有你 哎 对了 这个女人就叫高岛啊 莫小瑜问道 嘿 你来劲了是吧 英总现在下落不明 你倒开始打他女人的主意了 不地道吧你 蒋玉然生气地说道 蒋大哥 我是那种不着四六的人吗 我就是问问 怎么了 莫小瑜无所谓地说道 莫小瑜 我警告你啊 你注意点 这事可不是说着玩的 英总对他可以说是言听计从 你还是省什么 他叫高岛纪梅子 知道就行了 别想别的啊 蒋玉然再次警告道 莫小瑜摇头苦笑真是无语了 但是毫无疑问 这个高岛纪梅子是个有本事的人 莫小瑜还不知道这是什么本事 居然可以让人瞬间就这么迷惑 这无疑是莫小瑜极感兴趣的东西 而且莫小瑜猜测 这个高岛纪梅子绝不是一般人 虽然这个女人很漂亮 但是远没有到能让英刚宁 对他言听计从的地步 而且作为一个商业大亨 他唯一听从的就是他自己 不可能永远听别人的 尽管蒋玉然隔一段时间 就会和他相熟的警察 打个电话问一下进展 但是没有任何消息 莫小瑜和邱天刚 也一直都待在酒店里没出去 这个时候还是小心点好 但是莫小瑜的手机在傍晚时响了 他那时正在吃饭 一起吃饭的还有邱天刚和阿兰 这是一个号码都不显示的电话 不知道是哪打来的 莫小瑜愣了一下 还以为是诈骗电话呢 但是手机响了个不停 这让他很窝火 于是接通了电话 喂 哪位 莫小瑜扯了一张纸巾擦了一下嘴 问道 你现在走到门外来 不许告诉你身边的人 否则银康宁就死定了 我正在看着你呢 电话里是一个男人的声音 但是莫小瑜却听不出来这是谁 看看对面的邱天刚 他此时也在看着他 莫小瑜点点头 指了指手机 齐身走到门外 继续听电话 你现在就出门 搭车到我指定的地点 否则到了天亮 你就只能看到 莫康宁的尸体了 电话里的男人继续威胁道 此时莫小瑜确定 周围并没有什么人 于是笑道 喂 老兄 你威胁谁呢 莫康宁和我 连屁关系都没有 他死了活了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他活着也不会给我钱 他死了 我也不能继承他遗产啊 好了好了 我正吃饭呢 挂了 莫小瑜说完 就挂了电话 但是此时啊 电话里突然传来了 殷康宁的声音 莫小瑜 救我啊 你这混蛋 居然这么落井下石 我们可是合作伙伴 我们还是朋友呢 哎呦 哎呦 英总 真是你啊 哎呦 我刚才开玩笑 哎那你什么时候回来 我等你吃晚饭呢 莫小瑜心想 我靠 这下真是把 银康宁给彻底得罪了 但是他到底在哪啊 他还有没有脑袋吃饭 就全看你接下来的表现了 现在立刻出门 到了车上 我会告诉你去哪儿 你要是不能按时倒 银康宁就真的 没脑袋吃饭了 对方说完就挂了电话 莫小瑜那叫一个郁闷啊 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 转身回到房间 想把这事告诉邱天刚 至少也得让人知道 自己去干啥了呀 否则 这连个后援也没有啊 哪知道自己刚刚进了房间 手机又响了 还是没有任何号码显示 非常的诡异 喂 哪位啊 莫小瑜问道 眼看着邱天刚和阿兰都看着自己 莫小瑜很想告诉他们这一切 但是对方好像真的在盯着自己看似的 你好像很不听话呀 这句话刚说完 莫小瑜就听到了电话里 传了一声枪响 连莫小瑜都吓得哆嗦了一下 随之而来的就是 英康宁歇斯底里的惨叫声 莫小瑜看看邱天刚 无奈地回头离开了房间 拿着衣服向楼下走去 但是不能就这么算了 出了门 莫小瑜站在路边 不一会儿 一辆出租车开了过来 莫小瑜招手上了车 然后给蒋玉然发了条短信 这才放下心来 他告诉蒋玉然自己再往哪个方向走 到了地点会再给他发短信 莫小瑜知道 此刻说不定就有人在车后面跟着呢 但是对方怎么会知道自己的电话呢 难道是英康宁告诉他们呢 只是莫小瑜心里一直在忐忑 这些人找自己到底想干什么呀 还利用英康宁找自己 那真要是想报复 那还用得着都这么大的圈子吗 想来想去都想不出个头去来 现在唯一让他感觉到棘手的 就是自己势单利孤 对方到底是什么人 他也不知道 自己这是在为英康宁冒险 想来想去都觉得不值得 出租车拐了个弯 莫小瑜递给司机一百块钱 拉开车门下了车 出租车继续往前开 莫小瑜躲在黑暗里 但是后面倒是没有跟上车来 电话反倒是来了 还是英康宁的电话 老弟 莫小瑜老弟 你一定来啊 救兄弟一命 我定当后报啊 英康宁在电话里 再次哀求莫小瑜一定要来 莫小瑜真想把手机关了 但是想了想还是算了吧 招手又拦了一辆出租车 继续前进 继续前进